一堆杂乱破旧的废品 居然翻出一笔惊人巨款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当时下来脑子指不住 他都躲下我也不知道 面对极度诱惑 他又会做出何种选择 跟你想买个车 喝了没准备 过了堆里 为何惊现巨额钞票 乡村百姓该如何安全存放家中钱财 拖了堆里长巨款 敬请收看 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欢迎收看生活五六七 今天咱们说个关于捡钱的故事 您捡得过钱吗 想过捡钱的事吗 可能您会说了 这捡钱还不就像买彩票中奖一样难吗 不过今天节目里的这爷俩 居然在垃圾堆里头捡着钱了 而且还不是十块八块 也不是一千两千 这书里说出来 保准吓您一跳 面对这笔巨款 这户人家又经历了怎样的一场 前所未有的考验呢 说话的这个小男孩叫徐奥迪 近年八岁 捡钱的人正是他 他叫徐成 奥迪的父亲 那么这父子俩到底怎么了 儿子捡了多少钱 老子又是被什么给吓到了呢 3月13号这天 徐成一大早就出车拉活去了 徐成从河南郑州农村来北京打过 十年来一直住在房山区 梁乡镇南关村 搬运工建筑工 什么辛苦活都干了 前两年 好不容易攒了三万块钱 买了一辆二手货车 给一些工地拉渣土 给拉一个活多少钱 拉个活就是五六十块钱 虽然工作相对以前要轻松 但是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收入 要养活妻子和孩子 也不是那么宽裕 今年一货完年 徐成又开始 为车的事发起了愁 眼看着这辆旧车就要报废了 买一辆新车 大概需要九万多元 这一大笔钱 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这个时候他可不知道 一个百年难遇的巨大诱惑 正在悄悄的等着他呢 由于南关村居住着 许多外来的物工农民 大多数人都靠捡出了二本生 这些东西的大人眼里 是可以卖钱的非旧品 可是在孩子们眼里 这次成了他们发现宝丹的战场 都齿 都一大堆齿 跑一个 就那看见一个豆子 看到这个塑料袋 奥迪一下子来了精神 赶紧往外拽 可是拽了几下 都没拽肚 沉 这么沉的袋子里面 会不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 奥迪使劲把塑料袋拽出来 然后呢里边上面都一叫 我说药怎么那么沉的 没那么沉的 直接一倒出来 先看见一个小袋 看见纸包着的小袋 奥迪赶紧拆开看看 擦擦一看 是以前 天哪 竟然包着一袋厚厚的百元大钞 对于这个家庭并不富裕的八岁孩子来说 哪见到过这么一摞子钱呢 这一下可真把奥迪和他的同伴们给吓蒙了 八桌一看这么多钱 差不多有这么厚吗 全是一百的 简直难以相信啊 到底会有多少钱呢 这时候孩子们发现 撕破的包装纸上写了两个字 上面还有字 十万 里边是十万 十万 真的有这么多钱吗 当时一达特别激动 不知道一达是一万 然后再数数数 数着数着都差了 面对这么一大包钱 孩子们是彻底糊涂了 以前玩的时候也捡到过钱 但基本上都是一两块的零钱 今天不仅捡到了百元大钞 而且居然还是厚厚的一胆 莫非这是假钞不成 我问我看了 是不是真的 一看这种钱 肯定是假的 因为根本没见过这么多钱 自己家的钱 最贱的就一两本 小伙伴分析的也有道理 谁能把十万块钱到垃圾上了呢 这肯定不是真的 于是几个孩子 你一打子 我一打子的 装进了一兜里 忙碌了一天的徐程 回到家中和妻子聊起了 买新车钱的事情 就在这时 奥迪向爸爸说起了 下午的这段意外经历 我儿子说 老爸我捡块钱 老爸那不是一万送人 十万送人 我整天加钱 他们加钱了 不仅捡到十万块的假钞 而且还都被小伙伴给分掉了 听到这里 徐程不安气了 大小孩滑楼 万一出了事 也是咱能 是吧 咱能不能那 徐程说 虽然自己没什么文化 可还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知道这使用假钱 可是要犯法 要坐牢的 这要是孩子 拿着这么多假钱去花了 那岂不是害了大家 徐程这饭 也顾不上吃了 赶紧拉着奥迪 去找小伙伴 把钱要回来 我去要时候回来 当时也 水上转的都是的 你要不逃进 我经常就能 都抓走一路 就这么多 快点吧 小伙伴们 一下午 他们都给叫回来了 哎呀 总算把钱拿回家了 徐程这才稍稍的 松了一口气 看着桌子上 堆得像小山一样的 十万块钱 徐程心里想着 第二天 赶紧把这些假钞 交给派出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徐程随手拿起一张 打亮相 忽然觉得 有点不对劲 赶紧放下 再拿起另一张 仔细摸索 就是拿着摸那个 人都对我 那个摸出去 那个身边 那个晒不晒 是吧 看看这个 有感也没有 就这样 经过仔细查看 徐程居然发现了一个 令他震惊的秘密 有破钱 他不是纯粹是新钱 是吗 我想这个 可能是真钱 上次都开发了 我三个东西 没捡过十两万块钱 哪里都喝到 我在天空那么感大 我觉得人家是夏天 我真没见过那些现钱 真钱 这可是十万块 徐程的心再次揪得紧紧的 好家伙 这十万块钱 似乎不是假钞 而是真的钱 徐程一下子陷入了矛盾之中 这笔钱到底该怎么办呢 是赶紧报警 还是偷偷留下来自己用了 反正是儿子从破了兜里捡来的 没偷没抢 这不就等于是白送的吗 十万块啊 徐程说自己活到三十多岁 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多钱 面对这么一大笔巨款 他们一家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十万块钱 对于徐程一家人来说 绝对是笔巨款 这是他们租住的平房 月租三百元 妻子和桂英没有工作 靠徐程一个人挣钱养家 日子过得紧巴巴 要有活了能挣一千多万年 吃点花点 孩子上大学都没有钱 徐程一个月才挣一千五 这十万块钱 够他不吃不喝 攒五六年的呢 这么多钱 一下子摆在他们面前 确实是个巨大的诱惑 老家还能十来万块钱 都给他十一二万块钱 能盖多楼 赶紧想买个车 给孩子们挣钱 如果十万块钱的话 你最想要买什么 房子 为什么呀 没家家庭的生活 面对着从天而降的巨款 搁谁谁能不动心 可是 这钱真要是悄悄留下来花了 徐程和妻子这心里头 就更不踏实 救命的这个钱 或者是能 不得尽了 都能花这个钱 需要这个钱 你要是给钱花了 才满良心 说实话 也早晚有人知道了 你说哪也不偷从来钱 早晚你要知道了 还是不好看 你说是吧 最久下来也没办法 一想到这些 徐程和妻子便陷入了矛盾 就这样 俩人盯着桌子上的一堆钱 一坐就是三个小时 那晚上我 下来连饭都没吃上饭 不交业 不是个事 交业不是个事 现在感觉到 反正是不 特别不舒服 感觉 就这样 思来想去 夜里十一点多 徐程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在北京这 咱不玩 咱说 我已经来到那些年了 咱从来没做过 卖良心的事 没有说做这个 拿人钱了 投人钱了 或者 家人的东西 不得了 一开始也动心 想想我们老公说了 他们 赶紧交吧 不是个钱花了 把他说 想想 交交吧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徐程报了警 你好 梁总派人总 他那个钱当时就放桌 他那有一小桌 他们吃饭那种小桌 就瘫在那上面 当时看的钱 愣了 确实愣了 在我参加工作以来 已经十多年了 头一次 我们这个办民警 把这个市主和这个 他发现的那个现金 带回来之后 然后我们这个民警 把这个钱拿出来 好几个人帮着一块点 就是分工合作吧 然后有拿那个点钞机 过的 然后有拿手再过一遍 十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民警们把钱 走一遍验钞机 再用手数一遍 钱经过验钞机的检验 果然都是一张张的百元争吵 小数的验点 连回点 然后我们曾经得 最少一个两个小时 好意思点这么多现金吧 点完之后 把手还多了呢 几个民警夜里十二点多钟 当着徐城和奥迪的面 把钱一遍又一遍的数着 可是反复查验后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验证之后 发现这个钱款 一共是在九万五千余案 明明写着十万 怎么总共只有九万五千呢 难道徐城舍不得 就偷偷的藏了几千块钱 可是也不对呀 人家这十万都能交出来 还藏几千块钱干什么 经过民警仔细询问 奥迪说出了原委 他们说假钱要拿都烧了 原来呀 几个孩子最初以为是假钞 把钱分了以后 直接拿打火机 烧了一些来玩 得 这钱烧完 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把钱交给派出所以后 徐城一家人 总算是松了口气 现在发愁的 可是咱们民警了 这么一大笔现金 会是谁丢的呢 后期工作就开始调查 这个钱的试图 到底是谁的 仪式人到底是谁的 捡到这些钱之后 认领的 你说认领人 你拿出什么证据来认领 就是我们现在这 必须得把这证据做充分了 然后就是才能区分 到底谁是真正的试图 因为这个是挺难的 就在这儿剪的 就在这儿 有好多纸啊 那么这堆废品 又是谁捡回来的 从哪儿捡的呢 他就是在我这垃圾堆里头 当时这个钱呀 我捡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 他叫陈高潮 这些废品正是他捡回来的 那么陈师傅 对捡回来的钱 是否有印象呢 这是不知道的 我捡的 是在垃圾堆里头捡的 当时我都不知道 里头有钱 谁知道这回 再说了 你这回钱都卡上 谁手底下 还放这十来万 比如说十来万 你就算我吧 手里有两千块钱 忙着 我就忘记银行 谁手底下 还放十来万 陈师傅说了 自己捡了十年破烂了 从来没有遇到过 垃圾里会有钱的事 根本就记不清楚 自己这堆垃圾 具体是在房山区的 哪个垃圾桶里捡回来的 看来 要靠这条线索 查找丢失人 是有些困难 那接下来 该如何是好呢 我们在整个分局 发了协差通报 然后通过咱们分局的外宣办 再通过咱们媒体 也上登了报纸 然后网上做了 那个相应的刊登 有人捡到十万块钱的消息 传出去的第二天 梁香派出所的民警们 便忙了起来 这里是梁香派出所 这在哪儿捡什么呢 您咨询那个钱的事是吧 接一电话 他说是上海打来的 他说在西客站附近丢的 给你卡号 你不打过来 我说你不能证明 是不是你的 怎么给你打 一天可能接到 十位左右的这个 室所 这上海的 天津的 河北的 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都有 可是民警们却觉得 外地丢钱的可能性非常小 您前期的调查 他是从那个附近收费的 捡回了以后 他没注意 当时就搁在那堆里 让小孩翻出来 所以他肯定是不会太远 那么会不会是外地来防山看病的 把钱弄丢了呢 可能性不大 怎么说呢 看病一般的说 学贷据款来看病的人少 因为现在咱们都用的是银行卡 这电话咨询的挺多 上门咨询的也不少 您得把钱放哪 波罗袋 放箱呢 放在一个半 那么这笔十万元的巨款 会不会也是人家忘记了藏医的地方 把它当垃圾给扔了呢 家人放在那的 然后老人呀 或者什么 他收拾东西 他也不知道那里边什么 他也没看 直接给扔了 也有可能 您还别说 确实有不少啊 农民朋友藏钱不当 后悔莫及的事 那他们都把现金往什么地方藏呢 辽宁锦州的一位农民 为了防小偷 把2400块钱 用袋子包住 放在了柴火旁边 没想到 对不知情的孩子 当成了废纸堆 一把火给烧了 好好的钞票就这样变成了残地 拿到银行只能换回一部分钱 服务提示一 家中钱的存放位置 最好不要靠近有火源的地方 这样容易因为忘记放有钱物而被烧 山东聚业的一位农民 把6000块钱藏在一袋麦子里 结果呢 居然就给旺的一干二净 把麦子直接拿去换了大米 幸好换大米的人及时发现 人家心地好 挨家挨户的问 终于把钱送了回来 服务提示二 家中钱的存放位置 最好不要放在容易被拿出去卖的物品中 比如梳理 废旧物品的家层里等等 这样容易因为忘记有钱物 而被当作废品处理掉 河南安阳一位农民 把刚取回来的三万块钱 暂时藏进了垃圾桶里 想着等客人走了再拿出来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毫不知情的妻子去倒了垃圾 幸好被村里收拾垃圾的村民捡到 及时交给了村委会 这才把钱拿了回来 大有人在这种事 就放在家里找个角落或者箱子 容易遗忘 通过这件事来讲 我们希望广大群众的大量钱款 一定要存入银行 看来啊咱们乡村百姓存放钱的位置 还存在很多误区 而且误区又很容易让钱丢失损坏 民进也提醒乡村百姓 不要嫌麻烦 超过两千块钱的现金最好存到银行 家中留个一千来块钱应急就可以了 现在这十万元钱已经静静的躺了一个月 可是调查工作却一直没有结果 认领的人也有很多吧 但是都排除掉了 希望那个市主能看到这些报道 来来领取这个钱 经历了那一夜十万块钱的诱惑 虚称一家人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十万块钱的事情已经成为了过去 但是父亲的举动 在小奥迪心里却有了阳光般的记忆 这钱不是自己的不敢花 是谁告诉你的 我爸 哎呀十万块钱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人的徐成最终抵制住了这个诱惑 尽管日子过得依然清贫 但是心里都踏实 民警说半年之内 如果还是找不到这十万元钱的主人 最后就会上交国库 最近啊跟派出所声称 自己丢钱的人不少 可是这丢钱的毕竟只有一个 所以不义之财还是不拿得为好 好了 生活流气和你在一起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